假动作推起来 这个动作是 灵光扎 扁杀 要扎这个机会 假动作推球 以前的掉球之后呢 结合一个批对角 杀球之后的连贯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视频全开 到现在为止做的不错 它又是假动作 哇 这个球到底是界内还是界外 可惜啊 这个还有8枚银盘和20枚银盘 可惜 半场机会 这次是自重杀 更加年轻 好 好 李子佳 梁俊豪 两个马来西亚的年轻新秀 在今年的这个泰国的康律飞上面 都亮相 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比较的文青 所以 虽然 印尼的这个气候是比较的潮湿啊 炎热潮湿 但是在这个组合运会啊 日本队在羽毛球项目当中就是 回撮的质量很高 很短 顶住这个 所有的这个媒体区啊 做的记者 大部分都是Uber 回顶点下 还有朋友围机球 如果你能够变速在先的话 可以视频前看 感觉上一次印尼举办亚运会的之后 呃 就成为了亚运会的一个场合金牌 就是没有混合双打这一辈子 所以现在的这个实力比较强的印尼啊 印度啊 包括泰国 韩国啊 全部的气势上面的优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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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挫又是质量非常 刷上网的连接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打一个中路球软放 这球还是不错的 踢队了线还是李主佳比较善的 我每次西门拳道好像都有所准备 一直是在下 开幕式也可以感觉到 印尼这个国家的羽毛球运 确实非常的有影响化 打比真的跟他缩小到了两分 这个刷上网的连接还是比较快的 这是机会 这就是一个快节奏的点刷 这也是他需要解决的问题 10 看场机会 西品前太转放 西品前太的反击 全回合打的很漂亮 西品前太的劈队脚 确实还是在家村建是远点起务 21比18 21比18也是39分 结束 我们说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 只要西本全太获胜的话 他们将会晋级下一个 放名来参赛 这个对于韩文队来说还是不错的 而西本全太看到了一机会 容错空间 长方的朋友耐心 西本全太这个连接 几次连接都还不错 漂亮 级别不是特别高的比赛 他是拿到过几次四强的成绩 还没有太出色的这个单打战绩 但是呢作为一名年轻的新秀呢 他也是被誉为马来西亚的羽毛球的一个接班人 基本全太跟陶田闲斗呢 私交也是不错的 但是呢从打球的灵性上面来看啊 还是要差一些 这对角是先发动进攻的一方 但是得分的却是对手 相当可惜 半场机会 这次是次中杀 但是马来西亚队派出这名小将之前也是做了这个比较多的铺垫 还有他们今天安排的三单 就是梁俊豪 也是只有19岁 更加年轻 李子佳 梁俊豪 两位马来西亚的年轻新秀 在今年的这个泰国的汤卫杯上面都亮相了 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比较的年轻 作为这个整个亚运会羽毛球比赛的第一天 现场的观众数量并不是很多 所以虽然印尼的这个气候是比较的潮湿啊 炎热潮湿 但是在这个馆 为了配战2020年冬京奥运会啊 日本队在羽毛球项目当中就是 回挫的质量很高 我们在这个阶段 顶住这个压 已经四天 那么 所有的这个 媒体区啊 做的记者 大部分都是日本 回顶点杀 还有朋友 接发球的假动作 推起来 哦 这个动作是 跟灵光炸 对手的一些 不太规则的这种 随机球 如果你能够变速在先的话 对于是很平坦的 亚运会的历史当中是 从1962年 也就是上一次 亚运会的之后 就成为了亚运会的 一个常规的 在那个时候呢 是 六枚金牌 就是没有混合商打 这一枚金牌 所以现在 那南队的这个实力 比较强的 印尼啊 印度啊 包括泰国 韩国啊 全部都是 中国打印尼 因为印尼队 作为东道主 他们还是有 比较明显的 这个气势上面的优势 在亚运会的历史当中 中国南队 是五次获得 亚运会的 男团冠军 而女队呢 是十次获得 冠军 回撮又是质量非常高 对手来进行周旋 他上网的连接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打一个中路球 软放 这球还是不错的 踢对脚线还是 李子佳比较擅长 我每次西本拳套 好像都有所准备 一直是在下 从昨天的这个开幕式 也可以感觉到 印尼这个国家的 羽毛球 确实非常的有 荣喜的节奏 而且通过一些变化 打笔 跟他缩小到了 两分 揭发球软放 拳掉往前 假动作 推球 拉起来啊 高远对角 这个 沙上网的连接 还是比较快的 我这是机会啊 过了刚才第一局 在11分 召唤 技术间歇之后的 一个低谷之后 现在好像慢慢 又长了一个感觉 这分又是太精确 相信就算不是周日啊 又出于印尼 人对羽毛球 这个项目的热爱 这个项目的场馆 会非常的热闹 之前我们在这里 做这个试镜 不能够再接再厉 这就是一个快 快节奏的点杀 点杀 要扎住了一个机会 然后能够 把这个优势保持住啊 这也是他需要 解决的问题 假动作推球 之前掉球之后呢 结合一个批对角 在这一分 9比10 看场机会 这次亚运会的羽毛球的赛程呢 是前四天呢 是团地比赛 从今天开始到22号 然后23号到28号 六天的时间是单向赛 转放 现在的反击 这回合打得很漂亮 现在的批对角 其实还是轮 然后呢第二场比赛 是家村剑是原点起物 21比18 21比18 也是39分的决 因为呢 今年的亚运会团体赛 他是这个 单败淘汰制 所以呢是 按赛程是这个 五场的报名啊 但是出现三的比分 就会 结束 我们说这场比赛 对于日本队来说 只要西本全 他获胜的话 他们将会晋级下一个 赛程 韩国队整体的实力 还是有比较大的下滑的 他们的斯文虎还是参加比赛了 报名来参赛了 这个对于 韩国队来说还是不错的 因为西本全太看到了一机会 没有太多的容错空间 杀球之后的连贯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西本全太 到现在为止做的不错 他又是假动作 哇 这个球到底是戒内还是戒外 可惜啊 第二局还是领先三分 推后场 比赛这个球 搓太高了 西本全太还是比较的 注重后场的杀球之后 可往前的连接的 这连贯今天做的不错 轻打 上方都很有耐心 西本全太这个连接 几次连接都还不错 漂亮 有七枚金牌 他们 这个还有八枚银盘 和二十枚银盘盘 与盲球比赛就相当于是 缺少了丹麦队的奥运会 你 大家感觉到大势去了 这个背对球网的一个对角线的过度啊 其实感觉也不是说控制特别 感谢观看